大家好,欢迎观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GoMarkets助理分析师,你有缘 相信有不少朋友们都看过电影《头号玩家》 在电影的世界里描述了一个五彩斑斓的虚拟世界,绿洲 无论现实中是怎么样的情况 只要戴上VR眼镜,就可以随时随地进入其中 在这个世界里,你可以自定义角色、能力、形象 甚至可以购买资产、装备物品 因为游戏玩家众多的原因,其中的道具就变得弥足珍贵 很多人也为了游戏中的物品而花费大量的时间金钱 即便如此,在电影的世界观下 仍然有很多人对其中的世界产生无比的向往 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逃避现实 或者说是以另一种方式去改变现实 遥远的梦想也许就能在游戏中实现 电影也表达了虚拟和现实之间的关系的看法 人们不应该太重视结局 而是应该更加关注过程的本身,享受过程 应该多花点时间,感受现实世界最真实的感受 毕竟现实更加重要一些 而如今,我们的VR技术发展的如何呢? VR技术又有着怎么样的现实意义 曾经在几年前,我也尝试过VR的头显设备 那个时候还是用电脑连接的设备 其实在当时我尝试的时候,就感觉到非常的惊艳 不俗的视觉感受,有趣的交互体验 身临其境的战斗,都让我不可自拔 但是就当时来说,毕竟技术条件没有那么成熟 颗粒感是非常严重 还有一个非常致命的缺点 就是大部分人在玩VR一段时间之后 就会感受到头晕恶心 甚至会出现呕吐的现象 虽然我没有出现类似的现象 但是在拖下VR之后,还是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我称它为现实失重 所以当头号玩家电影上映之后 以当时的角度来看 想成功创造这样一个世界 可能短期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无论从真实感 交互体验来说,都是非常难办到的 然而,当我还觉得这一切仅仅只是幻想的时候 一款VR大作改变了我的看法 那就是20年上线的半条命Alix 当时正值疫情严重期间 很多人被迫居家抗击疫情 那么我也不例外 对于现实世界出行的渴望 还有对新代的作品的好奇 我也在当时进入了这个世界当中 首先,当时进入这个游戏之前 我觉得起可能就是和之前玩过的VR设计游戏一样 可以清楚地明白,这只是一个游戏 然而当我进入之后 我发现我错了 极具真实的交互体验震撼的场景 还有引人入胜的剧情 让我感受到了无比的真实 虽然没有触觉,嗅觉的模拟 但是在一些场景下 我仍然可以脑补出外星生物的气味 受伤的沉动感 即使我知道它是假的 但是在当时我愿意相信它是真实的 也出现了 每当我脱下眼镜的时候 走有种怅然若失之感 回到如今 看了看最近的VR设备应用 发现了一些有趣的新软件 对于我们现实中也有不少的意义 其中有几个有意思的 第一个就是钓鱼 对于我这样怕冷又喜欢钓鱼的人来说 太开心了 还有一个就是练车软件 可以去模拟练车开车 虽然类似的软件 现在并不是那么成熟 但是也让我看到了很多希望 未来这些软件的发达 之后可以让很多没有条件 在现实中做这些事的人们 可以去体验不一样的人生 特别是在此次疫情之后 让我感受到 世界上可能很多地方我们无法去到 很多事情无法亲身体验 那么随着VR的发展 也许未来有一天 我们可以在VR里面掌握技能 在VR中授课 五胡的四海的朋友 可以在VR中面对面交流 可以去世界上很多地方旅游 当然这也会出现一个问题 那就是现实中这类产业 将会受到巨大冲击 传统旅游越受到的冲击 将有可能演变为一种变革 甚至会被慢慢淘汰 就个人观点而言 VR的未来可期 虽然让我们未来可能在VR的虚拟世界中 感受不一样的人生 但是要警惕 可能对于现实实体中产业的影响 甚至是经济逻辑造成的重大影响 科技的进步会带来好的一面 也可能带来负面影响 我们都需要做好准备 如果您喜欢本期的视频 请不要忘记点赞 转发加关注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GoMarket在线交易 首选券商 GoMarket在线交易